大约有六万多的海地的难民 下个星期会进入德州 然后会要求要进入到我们的国家 依照之前的政策来看的话 他们很可能全部 或者大部分都会顺利的进入我们的国家 当我们还在准备要怎么处理这些 现有的非法移民的时候呢 已经有另一批非法移民大军 准备好要来美国了 而且说准备好要跟美国开战了 Ready for war 这个组织是叫做 People Without Borders 或者是Pueblo Sin Fronterra 这将会是美国自二战日本偷袭珍珠港以来 首次本土被攻击 不过不用担心 我们相信我们的拜登政府 他处理的方式就会跟之前一样 不会有战争 不会有拘捕 因为我们早就已经投降了 我是Ede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又到了一年一度送礼的时候了 各位男人是不是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都特别的困扰呢 今年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跟大家介绍 就是Niji Nails的指甲油 因为男人很好打发 送个酒啊 对不对 就算一直重复也没差 万圣节喝光了 感恩节再送一瓶 感恩节喝光了 圣诞节再送一瓶 一模一样的 但是送女人东西就是非常痛苦的 Niji Nails的指甲油是一个基督徒的公司 里面有上百种不同的颜色 而且今年有各个不同的Holiday Gift Set 制作方式还是使用Ten Free的高规格原料 百分之一百在美国制造 快干 颜色亮丽 说真的 想送谁 谁就开心 你想让你的岳母开心的吗 帮你的岳父一把 他们嘴巴上说说 不要啦 没关系 啊 这么这么这么 但其实心里都很爽的 一套安全 高端 价格又合理的产品 就算它不涂指甲油 放在桌子上 也漂亮 现在就去www.nijila.com nijinil.com 选购 结账的时候输入discount code AINews10 AINews10 就可以让你整个Holiday Season 过得更顺利 不需要跟Pueblo Sin Fronterra一样 没事乱开展 生活更平静 Pueblo Sin Fronterra的领导人呢 是一位西语译的美国人 叫做Irenio Mujica 他说我们20天之后出发 我们希望可以在有护照的情况下 行军到美国 但是这一次 不管有没有护照 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准备好开战啦 We are ready for war 如果国民警卫队来 他们没总到 殴打女人跟小孩的话 让他们准备好 因为神的手与我们同在 我很少看见这么不要脸的人 没有护照直接的进入别人的国家 就已经是一个犯法的事情了 而且还要准备开战了 如果国民警卫队要来的话 怎么办呢? 如果他们敢打女人或小孩的话 那就来吧! 这表示他们不但不像个男人 挡在女人跟小孩的前面 还要躲在女人跟小孩的后面 逼迫边境管理人员的不敢打他们 而且他们最后还怕神扯出来 神的手与他们同在 我很确定我的神跟他们的神不是同一个神 或许他的神是加州政府在教导学生的那个邪神吧 我在跟左派朋友讨论移民问题的时候呢 常常在侵略这个字上面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我认为这些非法移民简直就是在侵略美国 他认为不是 他认为说 非法移民只是想要来美国 让他们生活可以变得更好而已 所以说不应该用侵略这个字 那... OK Agree to disagree 但是这一次应该就非常的明显了吧 就是侵略了吧 当有一群人公开的说 We are ready for war 这还不是侵略这是什么 但为什么他们敢这个样做 因为他们知道 我们的国家已经没有法律了 我们的法律只剩下一条 支持左派的政治目的 只要能达到左派政治目的的一切都是可行的 墨西哥的黑帮 贩毒的人蛇集团 Cartel 公开的站在我们国家的边境 穿着防弹背心 拿着AK-47站在我们的边境的监视器前面 刻意地被拍到 因为想要证明美国是个纸老虎 美国什么都不敢做 国民警卫队跟边境管理局 对他们这些犯罪的罪犯 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些显示的 他們知道他們能夠離開的事情 以外他們也會不會離開的 那是為了為了拜登的政策 明白了 犯罪會繼續延遲 以為他們要做一些事情 要做一些政策的政策 保持美國的民眾安全 你可以想想看 這些警察有多難做人嗎 如果他們開了一槍 如果他們執行法律 新聞會怎麼寫 整個左派的國家機器 跟媒體會怎麼樣報導 上一次只是騎在馬上趕人而已 就變成邊境的白人至上主義人士 拿著鞭子抽打窮苦的黑人難民 然後他們就不能再騎馬了 我們現在就應該出動軍隊 不管是國民警衛隊 還是直接出動海軍陸戰隊 軍隊的目的就是要來保護這個國家的 如果不保護這個國家的話 就沒有存在的意義 美軍被派出去到阿富汗 只為了保護當地的人可以學一些 性別錯亂的Gender Study的課程 但是保護我們自己的南方邊境 如果還有一個邊境存在的話 保護南方邊境就不應該出動美軍嗎 我們簡直就是在幫助所有恨美國的人 來摧毀我們自己的國家 我們的國家不但被外來的人侵略 連我們的教會也被左派侵略 這些左派的人侵略我們的教會 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要來摧毀我們的國家 教會常常請講師來 來跟我們探討一些關於聖經的議題 曼哈頓的Judson Memorial Church 請來了Critical Race Theory的作者 OK? Ibram Kendi 他是牧師的小孩 自己也是個牧師 他說基督徒才是製造 整個種族歧視的最大問題製造者 I think one of the ways we can distinguish it is one being liberation theology In other words, Jesus was a revolutionary And the job of the Christian is to revolutionize society That the job of the Christian is to liberate society From the powers on earth that are oppressing humanity Everybody understand that? So, that's liberation theology in a nutshell Savior theology is a different type of theology The job of the Christian is to go out and save these individuals who are behaviorally deficient In other words, we're to bring them into the church These individuals who are doing all of these evil, sinful things And heal them And save them And then once we've saved them We've done our jobs And to me, anti-racists Fundamentally reject Savior theology That goes right in line with racist ideas In racist theology In which they say, you know what? Black people Other racial groups The reason why they're struggling on earth Is because of what they're behaviorally doing wrong And it is my job as the pastor to sort of save these wayward black people Or wayward poor people Or wayward queer people That type of theology breeds bigotry And so to me, the type of theology Of liberation theology Breads a common humanity A common humanity against the structures of power Or that oppress us 首先,我们可以发现就是 这位Ibram Camdey 好像讨论的是基督教 但是他其实并不是在讨论基督教 你可以从他第一句就听出来 当他说 Jesus was a revolutionary 耶稣曾经是位革命家 首先当你听到有人在一个句子里面 使用过去式来诉说耶稣的话 他很有可能就不是一个基督徒 因为对我们来说 耶稣上十字架 他为了我们的罪而死 然后他现在还活着 然后他就是神 他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在了 对不对,当摩西问神说他是谁的时候 他说 Echya 就是I am的意思 就是习在、今在、永在的意思 所以说他不被时间限制住 所以说你一开始就可以听出来 他虽然是个牧师 但是他其实讲的东西并不是基督教 他在里面说到的是 Liberation 解放 这个字好像某个共产国家的军队也在用 他认为基督教是要来解放 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压迫的 不管是个人压迫还是习俗还是社会压迫 他说这个跟基督教的救赎的看法完全不同 救赎的意思就是 基督徒要出去要去传福音 要把人带到教会 然后成为耶稣的肢体的一部分 基本上他在这边说的就是基督教 对不对 所有的基督徒的目的就是要出去传福音 这是保罗做的事 也是所有使徒做的事 那Evern Candy说的就是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 你不应该出去传福音 如果你出去然后跟别人说 你这个样子做事不太好哦 你不应该继续做这个样子的事 你不应该堕胎 你不应该杀人 你不应该同婚 你不应该吸毒 你应该要好好的做神眼中的好事 你应该要为神而活 这个人是不好的 这代表你是个白人至上主义的人 与其这么做 我们应该要让人得到自由 要他们解放 重点就是要放在解放 Liberation这个字 那对我来说 对一个基督徒来说 这两个事情是一样的 当你接受了耶稣 你接受了他的救赎 他是你的 Savior 当你承认他是你的救主的时候呢 还有他是真理 他是事实的时候 你就得到自由了 你就从罪里得到自由 Freedom 这个样子你就解放了 那么什么叫做脱离罪得到自由呢 就是在福音书里面耶稣说的 就是如果一个人还继续在犯罪的话 他就是罪的奴隶 那么我们先把宗教的元素 全部拿开一下 我们不要谈基督教 我们不要谈圣经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我们在做一些坏事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被那些不好的事情 或者是不好的行为 或者是不好的习惯而捆绑 这个东西叫做上瘾 addiction 当一个人吸毒吸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就不是他在控制他自己吸不吸毒了 而是毒品在控制他接下来的生活方式 当我们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 那这跟食物也一样 为什么会有胖子在那边说 我就是减不了肥啊 就是因为他不能控制他吃不吃甜食 他喝不喝酒 他喝不喝这个波霸奶茶 他在生活方式失去了控制 那我们这个节目 一直在反对左派的教育系统原因 就是因为自由派的教育 一直在强调的就是 你要解放你对于良知的束缚 你得到自由的方法 就是放纵自己 让你被各式各样的恶行而捆绑 到最后你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 所以需要一个庞大的政府来控制你 也就是说 Ebram Candy在这边说的就是 真正的自由 是可以随心所欲的放纵 对这位PK或者是假牧师 在说的就是 真正的自由就是自由的犯罪 自由的放荡自己来满足自己 这个就是真正的努力 换句话说 没有一个基督教的架构 没有基督 没有耶稣 没有救赎 一个没有神的信仰 因为你什么都可以靠自己完成 只要解放军来 来解放这些所有的现有文化 只要这些Anti-racist 来解放他们所有认为 在压迫的制度 这个样子 你就可以自由的什么都做了 这个样子 你就不需要神 你不需要耶稣 你不需要恩典 你不需要救赎 不需要信仰 这是一个没有威严的神 带着一群没有罪的人 进入一个没有审判的国度 透过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 让你可以自己做自己 还有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这个东西还有这个想法 是跟基督教完全相反的 他们使用了很多基督教的想法跟说法 我会花这么长的时间去讨论这个人的一段话 是因为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个想法正在污染着我们的学校 污染着我们的军队 我们工作的地方 但是这是来自一个 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 还有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 就是什么是自由 自由是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吗 还是你可以控制自己 不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 而且可以尽力的去做一些 你该做而且想做的事情呢 很可惜的是我们的社会正在鼓励这个样子的形态 政府来控制你的生活 告诉你你能做什么 然后什么不能做 民调跌到谷底 而且引起全美国的人在大喊 Let's go Brandon 的 Joe Biden 现在非常自我感觉良好 开心的说 你看我做得多棒 我让这么多人没有工作了 而且因为我的命令 开除了这么多人 这都是为了你们好啊 为了你们的安全啊 See the bigger picture Read the bigger stories These requirements work And as the business roundtable Others told me When I announced the first requirement That encouraged businesses to feel They could come in And demand the same thing of their employees More people are getting vaccinated More lives are being saved Let's be clear When you see headlines and reports Of mass firings And hundreds of people losing their jobs Look at the bigger story I've spoken with Scott Kirby CEO of United Airlines who's here today United went from 59% of their employees To 99% of their employees in less than 2 months After implementing the requirement 99% Yeah 99% 因为不服从的人全部都被开除了 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自由的 自由的在政府下面自由的听话 更多人失去自己的生活方式 要来宣传一个不一定可以让他们不咳嗽的疫苗 这个就是Joe Biden的Bigger Story 我认为耶稣的Bigger Story重要多了 他这么做事充满着暴力的执政方式 你只要不听我的 你就会被开除 说到暴力 校园枪击案 绝对是个暴力吧 通常都是 变态杀手 大屠杀这个样子的新闻标题 上个星期 在德州出现了一个校园枪击案 NBC的新闻标题是 Suspect in Texas High School Shooting Released on Bond 德州校园开枪的嫌犯 焦保释放 Tonight Timothy Simpkins Is out on bond A day after police say He perpetrated a school shooting That left a 15-year-old In critical condition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say Among the many tragedies unfolding Is the fear Students are now carrying to class And there is no reason That a student should Bring a firearm Into a school Or feel threatened In that way That they feel like They gotta have a weapon Arlington PD Investigating several Disturbing videos The student in the white shirt Being beaten Is the alleged shooter And the aggressor The victim in the ICU Simpkins' family Says they reported Bullying to the school The decision that he made Taking the gun We're not justifying that That was not right But he was trying To protect himself Do you believe that bullying Played a role Or could have I do understand The family's concerns And to the family I want to assure them That we are going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look into Why that happened Yes thunderstorms Tank of the 照片、影片全部出來了 罪證確鑿他們不敢稱呼他為槍手 而是嫌犯 而且他開槍打了四個人 竟然交保了、釋放了 如果今天這位無恥的殺手是個白人會是怎樣 我們接下來在七十二個小時 就會聽到這個人小時候就是個變態了 五歲開始就在殘害小動物、心理變態、遠離人群 他爸爸是個變態,他媽媽也不檢點之類的東西 然後槍枝太氾濫,然後我們要進槍 這個就是政府最可怕的地方 他們有權利定義善惡 他們想要超過神 他們想要控制你的生活 他們想要創造一個你完全聽話的社會 乖乖打疫苗 不打疫苗的話就是反科學、無知 非法移民、非法入侵 他們好可憐,全部無罪釋放 六月一號非法的衝進國會 全部都是叛國罪 想要推翻政府 想要製造成國內恐慌 現在就連槍擊案也是這個樣子 他們要做的事情就跟我剛剛說的一樣 他們想要創造一個信仰 一個沒有威嚴的神 帶領著一群沒有罪的人 進入一個沒有審判的國度 透過一個沒有十字架的基督 讓你可以做自己 還有你想做的事情 只要你乖乖的聽話 我們不會投降 感謝大家收看 接下來請一起來看 看看留言吧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今天我們一共給大家挑了三個留言 我們一起來看看第一個留言是什麼 全力支持你們別說話 全力支持我們別說話 這個小法跟左派後撒旦是一模一樣的 對我覺得希望我們閉嘴的人很多 絕對比希望我們繼續講的人更多 那麼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把這些東西講出來 因為這些東西是事實 然後這些東西是必要知道的 是唯一改善這個社會的方法 我們改善這個社會 不是說一個人選出來 然後是什麼樣子 然後靠一個救世主這個樣子 我們不是靠Donald Trump 我們不是靠Run Descentes 我們是要親自的去改變我們的文化才可以 所以說支持我們別說話 這個東西我們聽多了 而且你知道嗎 每天數靈征戰都是在為這個東西征戰 就是很多時候心裡都會有這個聲音 就是不要講話閉嘴 然後沒有人想要聽你講話等等 就會有這些東西 然後說真的 讓我們不要說話這個東西 不只是你很多基督徒的教會 然後他們的牧師傳達出來的東西都是這個樣子 都是希望就是說 我們不需要這個樣子的聲音 我們只要討論愛就好 我們不用討論到別人的罪 你討論到別人的罪的話就是在冒犯神 然後冒犯他們 然後大衛那天出了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視頻 真的有太多教會是這個樣子了 很幸運的是 我們不隸屬於任何一個教會 所以說我們可以這個樣子把東西講出來 我們不用在乎到說 這個星期會有多少的人來教會 然後我帶敬拜的那個人 是不是個左派 其實他支持同性戀 然後怎樣怎樣怎樣之類的 我們現在有這個平台 我們非常非常的感謝神 而且覺得說這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所以說不管這個人怎麼樣覺得 我們話還是會繼續說下去 是而且我覺得這個朋友是特別辛苦 因為他專門為了罵我們 新去建了一個賬號 對 這個賬號就是誕生於不久之前 然後他建完賬號 第一件事就是跑來跟我們留言 真的辛苦你 然後我也覺得 他建賬號的時間 跟他留言的時間是一樣的 沒有啊 所以我就覺得說這種行為還蠻辛苦的 然後你不需要說花時間浪費精力 然後告訴我們我們不會去做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還是蠻浪費時間的 有這個時間其實可以去做很多有意義的事情 比如說多看看我們的節目 如果你要是左派的話 希望可以扭轉你的觀念 如果你還不是基督徒的話 那也非常希望你通過我們的節目 授起貢獸到主耶穌基督的名下 因為這個呢 不是我們僅僅討論的一個宗教 這個是絕對跟你的永生是非常有關係的一件大事 所以希望大家都放在心上 好來第二個這個留言 我們看這個朋友 他這個頭像好可愛 我喜歡因為我是貓奴 他說 他說我在中國長大跟我一樣 我小時候看的中國連環化 動畫片小說電影電視劇 都不乏劫富濟貧的俠客或者英雄 小時候真沒覺得有什麼不妥 我也是最近這兩年才恍然大悟 劫富濟貧也是搶劫偷竊啊 對 其實不管在中國還是在哪裡 每一個國家都有這種劫富濟貧的故事 然後就是專門講給老百姓聽的 哎呀你也聽了不少啊小說 對啊什麼台灣的廖天丁 什麼抗日英雄 然後英國的羅賓漢 每個國家幾乎都有一個版本的 就是一個人去搶很有錢的那些人的東西 發給這邊的人或是怎樣 美國大蕭條的時候 很多銀行搶匪非常非常的有名 什麼Bonnie & Clyde Dillinger Billy the Kid之類的東西 他們全部都是因為好像在劫富濟貧 但是他們沒有實際發錢給任何的人 啊 對 好糟糕喔 沒有發錢給任何人喔 對他們就是把錢全部 因為對他們來講他們就是窮人嘛 對 就像說我今天如果說我很窮 然後我覺得我是窮人 然後我覺得我是受害者 我去做個什麼事情的話 那我一定第一件事情是 把我自己生活搞好 對 其實每個人都是這樣子 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劫富濟貧的東西 你就算民主黨現在這些口號 還有這些政策 他們說是在 Tax the rich 對 你們要怎樣怎樣怎樣 你們這個Jeff Bezos怎樣 Mark Zuckerberg怎樣 Bill Gates怎樣 Pandemic一過來他們變得更有錢 然後倒的全部都是中小企業 這個就是真正的傑富濟貧 傑富濟貧就是一群強盜 對 所以像這種東西千萬不要聽他們嘴上怎麼說 說的真是天花亂墜 好聽極了 看看他們實際在做的什麼事 看看做完這些東西結果到底是怎麼樣 非常的糟糕 傑富濟貧這個想法是絕對不能有的 你不要把什麼廖天丁啊 還中國有誰 就是整個共產黨 對 就是剛開始他們起家的時候 就是因為這樣的思想 對 就鬥地主啊 那不就傑富濟貧嗎 所以說這整個文化是必須要被去除的 傑富濟貧聽起來很浪漫 很棒 然後很 就好像很厲害的感覺 對 但是 It's not right 不是其實就是搶劫犯 對 其實你就是個搶劫犯 你就是造成社會動盪 然後你被人家稱聳 是很不應該的 是 然後第三個是來自這個 AALL 他說我不是基督徒 但是看到你們勇敢揭露左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紅魔的惡行 在目前社交媒體生態看來 大多數都是有堅定信仰者 願意冒風險來說實話 向你們致敬 而在道德逐漸敗壞的世界 更需要你們的聲音存在 不然我在台灣真的搞不清楚 美國在發生什麼事 加油 所以就是你看 從這個朋友這個留言 我們也可以看來 是很多敢說實話人 是有堅定信仰的人 對 感謝主 我覺得 大部分的人 都是願意出來講的 大部分人都看不慣現在世界發生的事情 只是你要這個世界的掌聲 還是你要對得起自己心裡的那個東西 你或許不是基督徒 你不是基督徒 不是或許 但是神已經說就是你在出生前 所有的律法都已經寫在你的心裡面了 所以說你人都有一定的良知 那個良知就是那個律法 所以說社會主義還有共產主義很不OK 但是他們把它包裝成一個非常非常美好的一個東西 你只要擁有它你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 這世界就平等了 你看那個醫生開藍寶吉尼 對不對 社會主義的話 你就有一台藍寶吉尼 或是怎樣怎樣之類的 這個是不合理 而且不合法的 而且不符合良知的 這東西不是你親自努力去得到的東西的時候 You will feel the guilt 你會覺得說我對不起這個社會 這個就是良知 我們只是把這麼簡單的common sense講出來而已 就是說不用向我們致敬 我之前是個大左派 我之前也是個就是 全世界的人都欠我或是怎樣 我是自己看了聖經了之後 我才知道說這個世界上是有對錯 我一直都知道有對錯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錯 而且你可以忽略 你可以忽略你心裡的那個聲音 很多人在做那些神不喜悅做的事情的時候 儘管你那個時候不認識神 你好像知道這個事情我不應該做 對 但你可以完全忽略掉那個感覺 你忽略掉那個聲音 你說我想做那我就去做 Yeah 所以說 It's normal 你只要說 反正又沒有這回事 反正這個世界上沒有神 沒有這個道德 這些都是過去的人做出來的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就是要來進步 你這樣子的話 世界就會繼續道德敗壞 然後謝謝我們的聲音 不然台灣真的是搞不清楚美國發生的事情 我說真的 美國也不是很搞清楚美國發生什麼事情 對 我們包括這一次的選舉 我們好多人在教會裡面 被一群陰謀論的人騙得團團轉 是 這很糟糕 對 然後基督徒在那個地方大喊什麼什麼 亂指控別人 說這個候選人怎樣怎樣 那個候選人怎樣怎樣 在聊天室裡面 師母在那邊吵架 真的是撕破臉 然後非常非常的難堪 所有任何什麼基督徒的道德觀 還有各方面的 全部都沒有在這個裡面彰顯出來 所以說你不用說台灣了 現在美國也需要說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全世界的人都要知道發生什麼事 不能再聽主流媒體繼續這個樣子 我們只是一個小小的一個發聲平台 我們每天寫的稿 真的就是一點點而已 世界上發生的事情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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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所以我們還是要繼續的發聲 然後我們還是要繼續的把我們知道的東西傳達給大家 然後讓大家更加了解說這個世界正在發生什麼事情 那包括就是我們看到這個基督徒的很多行為 這個我們也是要自我檢討 對不對 因為我們作為基督徒來講的話 我們就是跟世界人有區別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每個人都要繼續努力的方向 那也希望我們可以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一些好的作用 然後起到在迷惑的時候 可以給大家有一點這個從神來的亮光 給大家可以指引一個方向說到底這個事情是怎麼回事 那也再次的感謝大家在這邊一直支持我們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神奇傳播 給我們提供的非常好看的傳福音的小動畫片 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弗莉莎 我是伊丹 我們下次再見了 拜拜 我龍果宇航科技公司的周董和公司的首席科技顧問方博士 在公司的休閒中心邊喝咖啡邊聊信仰 方博士啊說真的我不喜歡你們基督教的霸道 為什麼只有你們的信仰才對 那周董您的意思呢 現在的不是價值是多元包容彼此不排斥 不去論述誰對誰錯你們這樣計較信仰的對錯我實在不能認同 所以您認為信仰應該接受多元這樣才對是嗎 而且認為我的看法是錯的您是無法接受的 正是這樣 這樣說來您自己起步正式也有一套衡量信仰對錯的標準 對嗎 如果有人因此說你所堅持的多元兼容看法 這也是另一種霸道那又怎麼辦呢 哈哈好傢伙我不小心中了你的套 哎我說董事長啊你我都是從事科學研究的 從一加一等於幾到量子是否有疊加現象 這類問題的答案是有對有錯的 這是普世公認的在相對事物或者個人的喜好上 就好像喜歡看哪類電影 愛吃哪個口味的管子等等這類議題 我同意這些應該是多元包容的 然而若即對宇宙真理的釐清 不好將認真探究事實的態度當成是霸道的 看來請到你這位科技顧問 還真的證明我的眼光是絕對正確的 誒 這麼說應該不算霸道吧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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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